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一 猎王纪 下第五章第一到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到三十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祷神父读经反省 2024年3月4日 耶稣基督今天的读经都有一个中心思想 天主对所有人都是慈爱的 耶稣也不是只为犹太人而受派遣 重要的是人要愿意接受他 有时候犹太人甚至没有外邦人那么相信 接受耶稣 除了这个中心思想以外 今天的读经里有些小细节 也很值得我们的反省 元帅纳阿曼是被谁指点迷津的 是一个小女孩 他的妻子的婢女 厄里索怎么样跟纳阿曼往来的 是靠一个报信的信差 当纳阿曼愤怒地想离开时 是谁前来劝告他而改变了他的命运 是他的仆人 小女孩 小女孩 姓差 仆人 都是平常没有被人看得起的小人物 在那阿曼的治愈里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千万不要对平凡的人 是 物小看了 耶稣在他的本乡 那扎泪 也是因为太平凡 太熟悉了 没有得到本乡人的欢迎 耶稣也没有办法在他的本乡做什么事 本乡人的损失 想得多一点 圣体圣事中的一小块面饼 太简单 太平凡了 却成为主耶稣的至圣圣体 我们小小的地球在宇宙中也是太微小了 却是宇宙的造物主天主拣选 作为受造物的冠冕 人 居住的地方 也是天主子自己降生成人 成为受造界的一份子的地方 选择弱小者好像是天主一贯的行事作风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世俗认定的小人物 小事物 小德兰也是很小 却是教会的大圣师和传教主宝 我们小德兰之友也是很小 但是得天主的派遣的话 我们可以在扶船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而天主确实亲自点名派遣了我们 诸岛屿 请听我 远方的人民 请静听 上主有母妇中就照叫了我 自母胎中就给我起了名字 伊萨伊亚先知书第49章第一节 这个我 就是你 就是我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